是的 沒錯 這混血的小孩 遇到另外一個混血的小孩 是不是就發生了天龍地火的事情 蔣孝章是混了俄羅斯 余洋河是混了德國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是天雷勾動地火 等我們繼續來談 可是更經典的事情是 蔣經國的這個後傳 曾經談過一件事 他的愛與仇 基本上愛是講他自己的事情 仇呢 是他小孩真的很多故事 其中有個帥哥叫做蔣孝勇 帥不帥 我想說真的 坦白講 真的是混了俄羅斯 果然是不一樣 但你仔細看這胡彥寧 乍看之下 他有沒有覺得像外國人 沒錯 他也是混血的 這蔣孝勇遇到了胡彥寧 又發生什麼樣天雷 溝動地火的故事 任俊 講到胡彥寧 大家最有印象的 其實他是少氏電影 公司的演員 是 那在少氏那個時期 被稱之為叫做新十二精采之一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綽號 叫做噴火女郎 噴火 這就厲害了吧 是 因為他的外型 因為他的外型 其實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的父親 其實是中國人 然後他的媽媽是德國人 那時候父親到德國去的時候 認識了 是 所以他小時候也在德國 就是胡彥寧 小時候也在德國 其實他有像澳大利 克本 對 因為輪廓深 然後眼睛又大你知道嗎 那大家比較有印象的 公開的說法是說胡彥寧 當時在香港導演一個叫情劍的人的影劍之下 進入了到這個邵氏電影公司 然後因為外型真的非常好 你看人家稱之為噴火女郎 就是你知道那時候香港的演員 那些女星很多人都會被人家封一些外號上去 那些外號其實一開始都是影迷封的 比如說你是什麼世界影后啊 或幹嘛幹嘛這樣 那他就被風為叫做噴火女郎這樣子 你說靠近會被灼傷嗎 他太有魅力了 應該是這樣講 太有魅力了 那一九六零到七零年代的時候 在香港演了非常非常多的電影 而且就講出來還蠻紅的 可是七零年代之後 事實上電影就比較少了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跟他外型有關 因為七零年代之後李小龍出現了 那那些古裝電影比較多的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說 胡彥寧的外型太過於亮麗 可能不適合拍古裝片 那結果後來他就跟這個香港的一個演員 叫做康威 然後就結婚了這樣子 這是大家比較有印象的這個說法 可是事實上他跟蔣孝勇之間 也有一段這個牽扯不清的愛恨情感糾葛這樣子 那據說當時這個胡彥寧還沒有進入到演藝 一圈的時候 那有一次是蔣孝勇跟他有一個機緣認識 那認識之後 因為其實您剛剛講的 就是像胡彥寧 他自己本身是中德混血 那蔣孝勇自己本身也有一些混血的 中二混血 對 他是中二混血 所以兩個看 其實我講說有時候就是看隊員 那胡彥寧來那個蔣孝勇 他就開始就是很熱烈的去追求這個胡彥寧 那據說當時這個胡彥寧也有被他追到手 那追到手的時候 本來大家覺得說男女生談感情 男歡女愛這樣子 就是一段真感情的一個發展 那結果沒有想到隔了一陣子之後 胡彥寧就跟這個蔣孝勇講說 其實他想要往電影圈去發展 對 有這樣一個說法 那結果呢 因為當然胡彥寧他提出來之後 蔣孝勇他就要努力去達成 所以透過了很多的關係 找到了這個香港的朋友或幹嘛的 就引建了這個胡彥寧去邵氏電影公司 給老闆邵逸夫 那對邵逸夫來講 因為剛剛其實有提到就是以前在那個年代 很多的電影或幹嘛 就被指定要看嘛 那邵氏那時候拍很多的電影 他其實市場也有在台灣這一邊 那你想想看就邵逸夫來說 你來推薦的人如果真的是如外傳說是蔣孝勇的話 那等於是跟台灣當局最高領導人 他們孫子來給我拜託 你知道嗎 真的 蔣介石的孫子 要認真跟他圓夢一下嗎 真的 應該是要嘛 要為這個女生圓夢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一個說法是說 其實邵逸夫那時候 一看到胡彥寧的時候 你想想看電影圈的導演 對不對 看到康仁俊 這不會紅了 看到盛梅姐 哇 這個後面大紅大紙 一定要努力捧 是 讓外型好 看到已經 這個將來是泰南市長 一定要給他追捧一下 你看看劉仁俊就這樣就好了 你先旁邊坐一下 你就知道 就是說他那時候 其實也覺得說 這個人是可以栽培的 所以就也給他很多很好的角色 那本來這個故事到這邊 應該都很完滿嘛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那個男生跟女生 都為了珍愛在各自努力 可是有一個說法說 他到了 胡彥寧到了香港去之後 你知道香港其實非常的繁華 那些人情差 或是比較像 老實說 在那個年代裡面 可能跟國際也比較有接軌這樣 所以胡彥寧後來就 居然喜歡上了這個康威 那喜歡上康威之後就 開始談戀愛 是 那你知道其實在電影公司裡面 男女主角有時候傳飛聞 或男女演員傳飛聞很多 對 那談戀愛這件事情 感覺也沒有那麼的 罪不可涉這樣 可是問題就來了 胡彥寧當時是誰介紹去的 蔣孝勇 蔣孝勇嘛 對 那人家介紹來是要幹嘛 培養他 是培養他嗎 對 怎麼培養到他去培養另外一段感情 那這事情大條了 對 所以 邵一副大條了 這惹到最高領黨當局 所以你就看那時候有一個說法說 胡彥寧跟康威談戀愛的時候 電影公司百般阻撓 就是一直跟他講說 你現在回去要站起來 你現在人生大好 不可以為了感情 或什麼東西拌拌下去 你這樣聽起來有沒有開始有一點 聯想跟關聯性 有啦 那可是沒辦法人家真的愛到 而且愛到最後 胡彥寧跟康威用了一個很激烈的手段 因為我們都是邵氏 訓情嗎 不是 我們都沒到這樣 我們都是邵氏的基本演員 對 不然解約 解約 我就跟你解約 為了愛情解約 那解約這件事情就弄到大了 你都會知道 我本來透過談戀愛是一回事 大家傳傳傳 那反正沒有得你講實話 你也沒得怎麼樣 可是到解約 兩個人要解約的這件事情 你都只包不住 據說當然邵氏玉夫有跟蔣孝勇有聯繫 有跟他講說這一段 他真的是盡力怎樣 那一開始蔣孝勇好像還蠻生氣的你知道 但是後來想一想 真的也沒辦法遠距離 那這是一個說法 但是有另外一個說法是這樣講 就是說為什麼胡彥寧會跑到香港去演戲 據說當時蔣孝勇跟胡彥寧兩個談戀愛的時候 談得很開心的時候 那蔣孝勇那時候念那個官校 據說動用了直升機去看愛人 因為鳳山嘛 到台北直升飛機比較快 對 時間時間寶貴 而且軍事飛機 被蔣經國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覺得說這個事情不能夠這樣搞下去 所以找了當時臺灣駐香港的這個主管叫做王興恆 那王興恆 王興恆 因為跟邵逸夫是好朋友 是 所以也透過這些關係才把胡彥寧介紹到邵氏檢去演戲 我的天老爺 這個當時這個四大公子 這什麼都可以幹 連手槍都有了 那直接到臺北以前 我們從南部到高雄 或者從高雄到臺北 對不起你乖乖排票 買票吧 而且當時票還一票難求 人家不用啦 他要看胡彥寧在臺北 直接搭直升飛機 後來直接把他送到香港去了 後來就把他的愛人送到別人懷裡了 蔣孝勇可能吃憋了 錯了 其實蔣孝勇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好吧 死豬不留 豬就是女生那個豬 死豬不留 我去追別人吧 老子我叫做蔣孝勇 實際上王老師 其實這個蔣家孝智輩的這個孩子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特質 就是說都非常早熟 那這個早熟 不是說他們的生理早熟 而是那個環境讓他們早熟 為什麼呢 他看了很多不開看的東西 比如說很多限制級的東西 還在他們兒童時代就看了 所以呢才會有剛剛幾位 這個貴賓一起講的 就是說這些故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說他的心智上 跟他的實際的生理的這個狀況 還不是一個很平衡的狀態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蔣孝文 就是孝勇的大哥蔣孝文 他大概在初中的時候 就從蔣經國的枕頭下面 偷了一個神秘禮物 偷了一個神秘禮物 神秘禮物 結果偷了神秘禮物之後呢 就拿到學校去給班上的同學看 那班上同學也都是在青春發育期嘛 看到神秘禮物 哇 怎麼會這樣子 還有一百零八招 一百零八招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是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老古董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前衛的東西 非常前衛的老古董 叫做嫁妝圖 中國古代就是刑房的嫁妝圖 這個嫁妝圖是限制級的 可是呢 是誰送給蔣經國呢 這個神秘禮物跟陶哲有關係 現在的歌星陶哲有關係 不是陶哲送的 是陶哲的爺爺叫陶一三 陶一三是當時的警務處長 就是等於現在的警政署長一樣 警務處長 就是說警察 沒收了很多海關進口的東西 或者沒收了很多偽禁品 當中就有一個嫁妝圖 就是一百零八招 這個一百零八招就送給蔣經國 因為蔣經國等於是好玩嘛 那蔣經國就把他放在枕頭下面 那蔣孝文才十四五歲 初中的孩子就把他拿來 拿到班上去獻保說 你看 我這有一百零八招 你們都還沒有開竅 我就已經知道一百零八招 好 那像這些東西 他們很小的時候都看過 都摸過 所以非常的 讓他們太早熟了 那就以孝勇來說 說老實話 孝勇剛剛這個任俊兄 在講他入關的時候 那因為孝文也讀過陸軍官校 那讀陸軍官校 孝文沒有讀完 沒有讀完的一個關鍵的原因 就是說太不自由了 禮拜一到禮拜六全部關在裡面 像個牢籠一樣 是 那他每天晚上就是翻牆出去 翻牆出去喝酒去現在所謂的夜店 然後趁早上再翻牆回來 回到床上 等候早點名 那後來還是這個事情不行了 就是他不能讀下去了 所以他離開了 所以有見於此 孝勇每天乖乖地在讀陸關 沒錯 可是呢 他的隨從就安排餘性節目 就知道說基於哥哥讀不下去的 這個前車之劍 不能再讓他重新發聲 所以呢 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跟他安排餘性節目 介紹各種的好玩的東西 給他介紹女朋友 給他做安排 剛剛任俊說 讓他坐直升機 從鳳山坐直升機 現在當時沒有高鐵嘛 也沒有高速公路嘛 就直升機 半個小時就飛 飛到臺北來 可以跟人家約會啊 所以就是說安排 那時候有飛機啊 安排禮拜六 禮拜天的餘性節目 但是這個交友太複雜的時候 容易出狀況 然後就有一個女的大哭大鬧 出了事情了 這個我們不用說 大概出事情 女孩子會出事情 大哭大鬧 大家想這種幾種可能性 我就不多說了 好 出現了這種 出現了這種大哭大鬧的局面 很簡單嘛 幫他解決嘛 就找個有錢人幫他解決 就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那像類似的這種事情 說老實話 跟校友沒有直接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女孩子 他交友太複雜 他交友太複雜 然後他要找一個 他要找一個大頭 找一個有錢的人 就找校友 可是跟校友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那這件事情 可以凸顯什麼 就是說校自備的這些人 在當中 校友是最理智最聰明 所以他的哥哥都會出事情 他不會出事 為什麼呢 他知道有些事情 什麼是該做的 什麼是不該做的 那校友就不一樣 比如說有一次 這個蔣校友跟蔣校友 兩個人大概年紀差兩三歲 他們十五六歲 一個十七八歲的時候 他們一起到臺北記者俱樂部去聽歌 然後臺上有一個就是燕光四射 然後穿得很清涼的一個人 在唱這個英文熱門音樂 唱英文歌曲 然後兩個人就同時愛上他 兩個人就說 我們打賭看誰約上他 誰先約到他誰贏 然後校友就說不行 是我的 我是哥哥 校友說 你要你要有愛兄弟 要讓我這個弟弟 兩個人僵職不下 乾脆好 我們今天下午回到家裡面 決鬥 玩俄羅斯 對 他就跟他的四位 各借了一把手槍 然後就在下午光天化日之下 那個時候演這個約翰維恩的西部電影 不是就是西部牛仔拔槍決鬥 他說我們兩個就演約翰維恩 你死我活 活著 那一個人就去約這個明星 明天就去約這個明星 這什麼世界 然後兩個人就真的要演了 真的要拔槍了 可是校友非常聰明說 哥哥 我看不要決鬥了 我讓給你好了 我讓給你好了 再不然我們先把那個四位某某某 先把槍斃了 然後我們這個決鬥就結束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校友是一個非常理智的人 他年紀雖然最小 可是他很聰明 他知道說這個事情 玩到這邊就可以了 不要越過紅線 後來校友愛上了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珍妮 不過我們在講這個事情之前 已經有看看過去的這段歷史 真的有覺得不勝唏噓 當時蔣經國愛這個北京 這個京劇 所以讓京劇很旺 後來蔣經國覺得要讓臺灣人 能夠看電影 所以電影就很旺 那後來這個他兒子也愛上這些戲劇的人員 所以這個珍妮這些所謂歌唱首也就起來了 這相對回來 現在臺灣到處韓劇 中國劇 這個我們蔡總統 是不是應該要愛上一些人 要不然這樣子 你看那個年代多麼愛戲劇 現在文化素養 都快被韓國人給燦領了 這個是我們要努力 而且要深思的一個議題 韓國人他們做戲劇去不是只有看左眼在韓國市場 對啊 他們是左眼全世界 他們不是只有戲劇 左眼全世界 他們還故意在戲劇裡面 不斷地制入行銷韓國的所有東西 什麼汽車 連化妝品 韓國化妝品有什麼很出名的 沒有 但是他們在戲劇裡面就很可能風景 那個風景點 韓國的景點 那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這個真的要深思 他們的策略不是只有戲劇 是真的把國家的力量放在戲劇裡面去推銷 他們成功了 可是我們NCC不准制入 這個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在交通委員會 我已經跟新的這些NCC的委員 很冷靜的來思考這個議題 我們真的有很多需要重新檢討 跟鬆綁的地方 對 我很樂意把我手錶秀一下 是某某台灣做的 我的眼鏡 某某台灣的眼鏡 對 如果這支筆 某某台灣的筆 為什麼不可以做 韓國人就這樣講 手機三星的 就拉丁美洲封三星手機 汽車是他們這個 這個現代汽車 然後沙烏拉伯就封這個現代汽車 然後現在女孩子跑去幹嘛 我們說你去女孩子 去韓國幹嘛 他說某某明星 那化妝品是那個開架式的 我們要去掃貨 這樣子看起來蔣經國是有遠見的 他愛美女 所以戲劇就忘了 我們先回來說這個 所以我們要 我們當然不希望說 這個戲劇變成像廣告 這整個都是都是廣告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在這樣很自然的情況下 去推銷你整個行銷你整個國家 為什麼不可以 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要一起來努力 但是回到這個蔣家的時代 我要這樣說 那時候他們叫做第一家庭 可是那個第一家庭跟現在第一家庭可不一樣 現在第一家庭你是隨時可能被翻盤 四年要被翻一次 是是是 那時候的第一家庭讓人家感覺就是 我是永遠的第一家庭的成員 所以集所有的權勢為一生的 所以只要你姓對了 蔣 我告訴你 就算你不是真的第一家庭 你姓蔣其他人都肅然起敬 都覺得你會不會也是第一家庭的遠親等等 所以特別在那個時代 在那個時代他們家說了算 所有的事情他們家說了算 我們都還記得那時候經濟不好的時候 那個蔣經國約企業家大家來喝咖啡 國家的財政有困難 每個人就捐錢 不是嗎 或者國家要扶植什麼行業 叫來喝咖啡 跟現在喝咖啡差很遠 現在喝咖啡 你真的行政部門要避恭避敬地求這些企業主 那時候不是 是喝喝咖啡 你們就要自己體會我的意思 所以那時候其實他們 我想他們去追一個女生 大概也不用費什麼很大的功夫 就像我們剛才 對啊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邵氏企業 這個人是蔣家喜歡的女孩子 你不用說我都知道要怎麼做 當然就是大吹大捧 對不對 結果來到這裡以後 他移請別人糟糕了 你等一下哪天 他們要約我去喝咖啡 我的事業 我的邵氏企業還保不保 當然要趕快想辦法阻止阻止不了的時候 趕快去赴金請罪 就是這樣的 不過這個有時候愛情的力量 真的你就是沒辦法了 譬如說我的同事 我們那個 我們不要講同事 我講到同事我就突然覺得自己很老的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那個 柯俊雄竟然還跟我同事 我覺得突然覺得自己很老 不過我跟他真的不熟 可是你要知道柯俊雄當立委的時候 雖然他一把年紀了還是很帥 還是很帥 真的 所以我想說這個蔡總統 應該有空跟這個電視明星拍拍照 或者跟汪傑銘拍個照 增加一些收視率 也許有些幫忙 好 這題外話了 這果然很冷 沒有好笑的 好 但是回來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珍妮演唱的《女人花》 光文 答案 詞曲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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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好的問題 絲 Quem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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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gambler 呀唸 negative 菜 家裡老алист 美海完全不懂裸耐對 這麼大戲和要 accounted 我蝿蝪的混 hoe 不懂事 或nte子 歌曲 歌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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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eiten我 唉唷ando कllers 买多殺言俗 折 поэтому 吭折 perseしょ 夜rice visuals Trativos 這是珍妮 珍妮也是混血兒 他們都是害混血兒 這怎麼回事 所以這個珍妮跟蔣孝友 也有搭上關係 為了他還被小混打一巴掌 我跟你講 也不是為他 其實珍妮當年剛出道的時候 你要知道混血兒那個外型 非常非常亮麗 然後他唱歌那個聲音又非常洪亮 叫亞洲巨廢 這個非常厲害 那當時蔣孝友一看到就驚為天人 驚為天人之後就趕快想辦法 透過各方關係想要去約珍妮出來 珍妮就是不答應 那一開始蔣孝友想說 你是不是故意拿俏 要抬高自己身價 然後就開始既然這樣好了 我面子更做給你 我就開始拚命送花 每天把花塞得滿滿 全部都是 這樣子夠了吧 面子做到了吧 再加上我是什麼 我是黃孫 對不對 黃孫在邀你還不答應嗎 對 結果珍妮不買帳 完全不理他 你知道 因為人家跑去問珍妮說 人家都已經做到這樣 你好歹也跟他出去吃個飯 你不一定要怎麼樣 就去吃個飯碰個麵 大家聊聊嘛 他說 蔣家的子孫很了不起 我又不認識他是誰 我跟他根本不熟 我為什麼一定要買他的帳 他直接就這樣回絕了 帥 那所以剛剛黃豐大哥也講過 那蔣孝友不會像蔣孝文蔣孝友 因為蔣孝友 蔣孝友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可能直接就動槍了 真的 那蔣孝友就比較冷靜一點 後來想一想 算了 而且當時蔣妮就台港兩地 他都有發展 如果你把事情鬧大 其實對蔣孝友也不好 對蔣家面子也不好看 所以後來據說 因為蔣妮回去了 這麼決決 他就算了 但蔣孝友確實被人家當街閃過耳光 不是因為蔣妮的事情 是另外一個事情 那時候他在念軍校的時候 有一天放假 放假他女朋友 當時的女朋友 特別從臺北飛到高雄去找他 然後小良口就找了當地的一個 高雄地方有利人士 三個人就一起去逛百合公司 對 也沒有其他的隨戶 是會跟著 然後這樣走走走走 正在百合公司這樣子 你要知道蔣家的手筆還有什麼 反正看哪個喜歡 就直接包了就對了 然後正在很開心的時候 突然一個小婚人衝過來 衝到蔣孝友的面前 你看著不看 啪就給他一耳光 你知道當時蔣孝友嚇呆 那個陪他那個地方有利人士 也嚇呆了 像因為沒有人會想像到 有人敢當街打黃孫的耳光 然後結果那個小婚人打完 他竟然跑掉了 他跑掉之後 那個地方人士來回過城來 趕快去找那個百合公司的警衛 你們是幹什麼吃 怎麼會讓蔣孝友在這個地方被打 結果那個警衛趕快通知地方管區 那高雄市整個警方如臨大敵 哇塞 我蔣孝友在我的地盤上 被人家打這還得了 據說當天整個高雄市警方 全體總動員 一定要把這個小婚人抓出來 看這個人是不是匪諜 還有什麼其他 不然的話 為什麼要去做這種事 然後結果據說效率非常之高 當天晚上就抓到人 然後抓到人之後 就問他說你是吃了雄心報紙仔 你怎麼敢去打蔣孝友 你知道他是誰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他是誰 還給他賞一巴掌 啪一聲 對 然後結果人家說 那你不知道他是誰 你為什麼要去打他 結果他說沒有啊 就是我看那個孝友臭屁臭屁的 然後剛好旁邊有人跟我講說 我們來打賭 如果敢去當街給他一耳光 我就請你吃一頓飯 就他就傻傻的就衝上去 這個小屁眼就衝過去 就看到場地掉一耳光 就啪了 就跑掉了 後台起來冤枉大人 因為他實在是太囂張了 我有打他一巴掌吃飯 我跟你講那這個 他大概萬萬沒想到 我看這一巴掌夠 他瘦好幾年了 後來就秘密把他消失掉了 他這個人後來就下落不明了 這個大概我也不知道 他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跟你講這種人 千萬不能隨便亂惹 你要倒大門 這次角秀有 角秀雖雖算比較冷靜的 他有幾個哥哥其實都蠻特別 其中大家最 最覺得故事 真的是一直不斷出現 不斷出現的 應該是算是蔣孝武吧 那麼這個聖美 蔣孝武其實的故事 也是不遑多讓 其實蔣家這幾個公子 你看他們年輕的照片 真的蠻帥的 尤其在那個年代 有俄國混血 然後你會是一個權貴子弟 你看那張照片 難以相信 像不像現在的無尊 有有有 有幾分像 大家都知道蔣孝武年輕的時候 大概在二十出頭的時候 他到德國慕尼黑政治學院去念書 那那個年代 他又是一個權貴子弟 他說二十二歲那一年 他一邊念書放假的時候 他到瑞士日內娃去玩 應該是也有一群權貴子弟陪他去 他就在那裡認識他生命當中 第一個女人 那一年那個女孩子十七歲 叫汪長詩 他是瑞士籍 後來把他娶進來了 對對對 這個女孩從小 因為他爸爸叫汪德觀 是一個 也是個外交家 然後也是一個商業巨子 然後因為他的女兒 從小是在國外長大 英文說的會比中文流利 長得很漂亮 所以兩個人相愛了 也算是自由戀愛 那之後他們結婚的時候 也是那個時候蔣家 這個婚姻也蠻受到矚目的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我剛剛提到汪長詩 很早就在國外念書長大 那英文說得比較好 他進了蔣家之後 蔣家這樣一個比較封閉的環境 他是很不能適應的 蔣孝武帶著汪長詩回來台灣 那個後來他們很快就生了兩個小孩 友蘭跟友松對不對 生了兩個小孩 那後來他的女 蔣孝武的女朋友 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他有一個哥們 大家記得嗎 黃任忠 黃任忠是黨國大佬 黃少虎的兒子 黃任忠跟蔣孝武 這一群當年所謂的權貴子弟 你知道嗎 權貴子弟玩在一起 不能缺什麼 美女啊 對不對 麻將 跳舞 紅酒 女人 對 當時那個年代又因為過於封閉 所以你一定是跟自己家世相當的人 在一起 玩在一起 有一個說法是說蔣孝武 那個時候在圓山飯店 一個游泳池見到了女朋友 就後來的太太就蔡惠妹 說因為驚為天人 所以黃任忠就叫他怎麼追這個女孩 可是其實這個說法不對 根據後來的一個版本 是說蔣孝武當時呢 因為他家裡需要找家教 那誰來找這個家教 就是他的太太汪長詩 他們就選中了誰 就選中了蔡惠妹 那各位蔡惠妹那時候念的是臺北的美國學校 所以英文是非常好的 各方面條件都很好 所以就把他請來家裡 一個禮拜有三次教他們家的小孩學英文 這故事挺浪漫的 因為有時候男主人會喜歡上自己 小孩的家庭教師 在英國也有這種小說會這樣形容 因為為什麼呢 根據形容蔣孝武那個時候 第一時間見到蔡惠妹的時候 這個女孩清湯掛面 素著一張臉 看起來很清秀 蔣孝武一下子就被迷婚了 他覺得這個女孩好可愛 好清純 十八歲的女孩 十八 請記住 他認識汪長詩 他也就十七 可是因為汪長詩跟蔡惠妹不一樣 雖然兩個人出生都是很好的家庭 可是因為汪長詩太外國人的作風了 而且他受不了這樣一個家庭 這樣一個比較封閉的家庭 所以他跟汪長詩之間 其實關係已經很不好了 所以當他看到他這個家庭教師 小孩家庭教師這樣的清純 所以他就很喜歡這個家庭教師 他叫蔡惠妹 所以兩個人有點眉來眼去 再加上黃任中在旁邊敲邊鼓 你這個家庭教師不錯 怎麼樣把妹呢 是不是約他看個電影 什麼的 你想想看 這等於是在汪長詩眼皮子底下 在追小孩的家庭教師 對不對 這太誇張了 知道這個關係嗎 沒有耶 男人都是這樣 越危險的 你越想去嘗試 尤其當時的 追不到的越想追 而且偷不到的更想偷 我們要講一個氛圍 在那個年代 蔣孝吳這批人是什麼 是末代黃孫 真的 是不是 能夠跟他們搭上一點關係 都是非富即貴 所以那個時候 他跟這個家庭教師眉來眼去 汪長詩看在眼裡 很不舒服了 就很想去抓這個把柄 可是一直抓不到 這中間還差出去一個 當時很多的影劇新聞 已經開始有講公辭 這三個字了 沒有人敢寫是蔣孝吳 為什麼呢 有一個說法是當時蔣孝吳還跟姓崔的歌手 有一段曖昧之情 好我就直接講 有人講是崔臺青 那個時候連影劇新聞都這樣爆了 說哎呀這個蔣孝吳很喜歡他去探班 又送花 可是很奇怪 為什麼崔臺青在很短的時間內 他就下嫁給一個商人叫虛偉群 然後生了小孩又快速的離婚 以我們影劇記者解讀 應該是這樣講 就那個時候有共同的朋友了 所以會有一些參會活動 會認識 但有沒有真的追求呢 不見得 但我要話說回來 蔣孝吳真正追求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家庭教師蔡惠妹 好 那因為他很喜歡蔡惠妹 你的老公喜歡誰 你的老公怪怪的 你作為妻子 你會不會知道 你會 接下來這過程就有趣了 汪長詩就三不五時跟蔣孝吳就大吵 他覺得說你明明就喜歡那個家庭教師 可是蔣孝吳你沒有證據 兩個人就吵翻了天 吵到最後汪長詩受不了了 他要怎麼辦呢 你最怕誰 我就往那裡捅 蔣經國 對 我打電話給你爸 漂亮 誰怕誰啊 你皇孫 你爸太子了 對不對 只有汪長詩 他敢幹這件事 在那個年代誰會做這件事 直接打電話到官邸 七海官邸直接把蔣經國叫起床 蔣經國你兒子可惡 對 就這麼幹嗎 可是我們現在看都替他捏把冷灘 你怎麼敢做這件事 汪長詩就敢 為什麼我ABC我怕誰啊 對不對 他是老外的個性 終於有一天他跟蔣孝吳吵到不可 開架 你不講對不對 你怎麼好 我清晨他把那個行李收好 他準備走人了 收好行李之後打個電話 先打去七海官邸 找教育長 教育長就是蔣經國 教育長不在啊 教育長在慈虎守齡嘛 各位記者早年要守齡一個月 不在 不在 好 掛了 其實汪長詩當時想法 我就直奔慈虎了 我就直接去找我的公公來講這件事 那你知道官邸都誰在把持 這些侍衛都很厲害 不得了了 校伍的太太打電話來 出事了 因為他們夫妻常吵架 這官邸誰不知道 馬上七海 趕快打去慈虎 那邊侍衛長接到電話 趕快 趕快 現在怎麼辦 怎麼辦 因為校伍的太太要衝過來了 不能進行蔣經國 要進行蔣經國 我們這些侍衛還得了 他人頭沒落地 我們人頭都落地了 那怎麼辦 趕快找誰呢 蔣家這幾個末代皇孫裡面 最會喬一些事情的是誰 蔣孝勇嘛 對不對 蔣孝勇很厲害了 人際關係也很好 趕快打給蔣孝勇 打給孝勇說 出事了 你嫂子要來這邊了 你是不是在你嫂子來之前 趕快趕過來 看能不能把他拖住 蔣孝勇多厲害 馬上清晨四五點 從床上起來 車子叫來 就趕去磁湖 趕在汪長師到磁湖之前 蔣孝勇已經到了 好 汪長師人趕到磁湖的時候 已經累連連 一副就是要來告狀的樣子 蔣孝勇就把他拦住 說嫂子 息怒 息怒 有什麼話慢慢說 不行 我要見委員長 我要見委員長 喊了對不對 蔣孝勇還是說 你等一下 委員長還沒起床 教育長 教育長 如果去喊了教育長起床的話 他會生氣 你先坐一下 汪長師還是不肯就說 我告訴你 我今天沒有見到教育長 我絕對不走 帥 對不對 我跟你耗下去了 一定要的 怎麼樣 你怎麼可以把我的這個 家教老師給吃掉了 這怎麼行 十八歲 我都二十幾歲了 好 你知道大家就尷尬了 你知道那個場面是幹嘛 你知道當時蔣經國 是在守齡的狀態 你來告這個狀 你不是要讓大家 他真的人頭落地 所以所有人過來 想辦法安撫他 他就是不聽 大概一兩個小時過去了 現在馬上蔣經國要起床了 這下慘了 如果你不先去告訴蔣經國 蔣經國要出來看到這個場面 那還得了 是不是 好緊張怎麼辦 後來蔣孝勇就說 嫂子息怒 息怒 那因為教育長要起床 我先去跟他講 你坐在這裡等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 萬一他直接衝進去 那還得了 按捺住 他趕快進去 然後這時候蔣經國起床了 好 正在梳洗 馬上就看怎麼孝勇來了 然後孝勇就跟他爸講說 嫂子來了 幹嘛 來幹嘛 他馬上就先跟他講 緩和一下蔣經國的情緒 叫他進來 就把他叫進來 一進來還得了 剛剛那個台詞你都唸過了 孝勇真是不對啊 他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 連家教老師都敢吃 這還在我眼皮底下 跟他說這件事情 他又不承認 可是我都知道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都不是蔣家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場景很妙 是你跟你公公一直數落說 你的老公外遇什麼什麼 你都沒有去想到你公公 其實過去也有過張亞若 就是男人 他能夠去接受 你這樣的一個告狀 所以當然蔣經國是一個 很嚴肅的人 他當然聽了 而且媳婦都來告狀 我得給他個面子 蔣經國很生氣 就跟孝勇講說 把孝勇叫來 叫來 就立刻叫來 當下當著蔣經國的面 這兩個人就說 回去回家講和 你就跟他道個歉 汪長師說 下午要跟我道歉 好 你們就回家 結果回家之後 蔣孝勇一句道歉都不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道歉 而且你去跟我爸告狀 我跟你講我一輩子 不會原諒你 是我不原諒你好不好 好 兩個又鬧了 又再鬧一個禮拜之後 這下又大吵了一架 大吵一架之後 汪長師說 這回我乾脆 蔣孝勇就自己走了 行李拿一下 然後抓著兩個小孩 就要去機場 他人去機場的時候 蔣孝勇就覺得鬆了一口氣 你走吧 男人不都這樣嗎 你走吧 可是各位 他出去對不對 孝勇他們侍衛 馬上打電話給孝勇 又打給孝勇了 對 怎麼又這樣了 到松山機場男人嗎 蔣孝勇趕快告訴蔣經國 蔣經國就叫了他的安全局長 叫王永書說 你敢去機場 趕快把汪長師給攔截下來 好 這個戲到這裡更精彩了 當王永書去了安全局長 要去藍汪長師對不對 對 這時候有人來了 各位這是當時有人 口述了一個歷史 我也沒有在現場 把他拉住的時候 蔣孝勇來了 根據描述蔣孝勇來之後 從口袋裡掏出一把牆 對著安全局局長說 放人 放手 放手 讓他走 帥 太可怕了 走 不要回來 這就是蔣家 走了 你真瞭解 這就是蔣家 讓他走 他老婆派了一個 侍衛長攔住人 他拿著槍對著侍衛長 你放手 放不放 放不放 最後就放了 好 汪長師後來走了 這當然是一個蔣孝 這位蔣孝勇 當然就鬆了一口氣 因為後來他就把這位 家庭老師直接帶到新加坡 就娶進來了 據瞭解的 取進來的時候蔣經國鬆了一口氣 哎呀 蔣經國的事情並沒有結束 另外一個人也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們來談談他 他是蔣孝文 蔣孝文也是很了不起 他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並沒有幫老爸把這個蔣孝章 給攔住 後來蔣孝章 等我們來談蔣孝章的故事 那麼他算比較安全一點吧 因為後來還都取了徐乃景 而且還取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蔣孝文的故事 應該就比較單純一點了吧 是嗎 其實蔣孝文 蔣孝文年輕的時候 他的一些狀況更多 更多 我舉一個例子 我說他這個年輕的時候 大概十五歲 十六歲的時候 他發生了一個事情 這個事情蔣經國非常生氣 把他吊起來狠狠地揍了一頓 他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現在來看是一個不大不小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並不是什麼了不起 可是那個時候在蔣家 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什麼事呢 就是說有一天蔣孝文突然通知 就是官邸的這個管信的人 以後只要有我的信 有我學校寄來的信 全部交給我 雖然上面寫我爸爸收 我媽媽收 可是呢 反正只要是成功高中寄來的信 全部我收 我負責任 那官邸的這些人 當然唯命是從 也只好這麼辦 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就把成功中學上面 只要有成功中學 不管是教務處 訓導處 什麼處的信 全部就交給蔣孝文 結果呢 這個還有一封信 就是當時成功中學的校長 潘振球寫給蔣經國的一封信 這封信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兒子孝文 在學校的成績已經年續半年滿江紅 沒有一科及格 連國文數學全部都不及格 我已經寫信告訴你兩次了 你為什麼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他就覺得很奇怪 連寫了兩三封信 蔣經國都沒有任何反應 有一天剛好一個機緣巧合 碰到蔣經國 這個他就跟教育長報告說 報告教育長 我寫給你三封信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收到 蔣經國說沒有啊 什麼事 我要告訴你 校文在學校已經半年四次的考試 全部都不及格 我現在很頭痛 我到底是要把他留級還是要怎麼樣 那蔣經國看了之後非常生氣 就回去狠打了一頓 狠打一頓就是吊起來打 蔣經國打的孩子非常狠的 他媽媽就在旁邊講 發生在旁邊求情 也是照打不誤 打完之後他就說怎麼辦 好 補習 台灣這個最好的方法就是補習 好 他就去補習 可是他應該去讀高中的補習班 他卻去讀升大學的補習班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現有個小姐很漂亮 叫江文芝 江文芝 非常漂亮 他妹妹叫江文芝 蜘蛛必叫 這個江文芝長得有如天仙 一般美麗 那他看了之後非常欣賞 可是江文芝比他大三歲四歲 那現在來說等於就是這個姐弟戀 他無所謂他就追他 那追他的方式就說好 你現在也要參加這個大學聯考補習 這樣子好了 你的補習費 我蔣孝文幫你出 江文芝說好啊 太好了 有人幫我出補習費 我補習費可以省下來吃喝玩樂 然後呢 蔣孝文就不去他的學校上課 然後也不去補習班 他反而去陪他升大學補習班 所以成績更差 可是他就是為了追江文芝 那江文芝呢是到淡江補習班補習 是誰開的呢 張建邦 後來淡江大學的這個校長張建邦 他們家開的 姻緣巧合 反而促成了一段姻緣 就是江文芝被這個江建邦看到 然後兩個人談戀愛 所以蔣孝文也一場空 也一場空 好 那其實剛剛講到蔣孝武 蔣孝武很有意思的 我據說這個是以前前行政院副院長 徐慶忠的兒子叫徐淫濤 他跟我講了一段故事 他說有一次徐淫濤說 我們在一個飯店請吃飯 然後旁邊 我的旁邊是個美女 因為他們這個官二代 都很喜歡找美女做陪 那旁邊是一個長得非常漂亮美女 正在吃飯的時候 從門口走過一群人 其中有一個人穿全身是白西裝 長得非常的櫻挺 蔣孝武 就是剛剛畫面上 那個蔣孝武全身白西裝 走過去的時候 蔣孝武眼神就往房間裡面 就是徐淫濤的房間裡面 看了一眼 他沒看到男人 他是不看男人 他看到那個美女 他就看了一眼 大概只有三秒鐘時間 回到他們自己 就是隔壁的那個蔣孝武 他們吃飯的房間 大概十分鐘之後 一個隨從過來說 這位小姐可不可以請你移駕過去 因為我們孝武先生請你過去 徐慶忠的兒子 就是行政院副院長的兒子 一聽說行政院的院長的兒子 要請我的女朋友過去吃飯 我能說no嗎 他不能說no 他就這樣過去了 他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呢 就變成他的女朋友了 那換句話說呢 他是用威權 用這個權威 或者說是用魅力 因為據說啊 那個時候蔣孝武 他是玉樹林峰 他人長得很高很帥 穿著一身雪白的西裝 還戴一個白禮帽 還穿一雙白皮鞋 在民國六十年 那個時候有一首歌 叫做愛像一陣風 愛像一陣風 在流行的時候啊 那個那個歌是很浪漫的 那他們這種笑自輩的小孩子 他的愛也像一陣風 他隨時 你們剛剛講到蔡惠妹 其實蔡惠妹 蔡惠妹之前 那個那一陣風 不曉得吹了好幾陣風 愛像一陣風 他看到一個很漂亮 就心動了 就心動了 然後就採取行動 這個講到這件事情 這個蔣經國真的是遺傳了很多 給他小孩子 不過說真的 我們剛剛談到就是 回到這個蔣孝章 不過是他兒子真的是愛很多人嗎 那到底最後是 最後是花若徐乃景 算是還是不錯的 蔣孝文後來在美國跟蔣乃景 愛情是愛得很順 可是他有一件事情沒做好 就是蔣孝章 是交給蔣孝武處理 那為什麼蔣孝章要交給蔣孝武處理呢 韓濱 蔣孝章可是蔣經國最愛的女兒 是 因為當時就是他跟余洋河之間 這個好像在談戀愛 這個消息慢慢傳出來之後 蔣經國當然堅決反對 我怎麼可以讓我女兒嫁給比他大二十歲 而且已經結過兩次婚的人 所以他就想說 福底抽薪之計 很簡單嘛 他蔣孝文也在那邊 就叫他直接住到蔣孝文家 就近看管 那這樣子總不會出問題 他不相信余洋河膽子夠大 敢去直接登門拜訪蔣孝文的家 他自己會遇到什麼後果 我想余洋河自己心裡非常清楚 那問題是蔣孝文當時正在 正在爬徐乃景 他沒空 他很忙 他每天在那邊喝酒 爬妹妹 所以他根本沒有去管 蔣孝文心裡中 就是在把這個徐乃景 徐乃景搞不好也是混血 因為看起來蠻像混血的 所以懷疑是我們先把蔣孝章抓起來 因為蔣孝章這個人不是抓起來 是讓大家瞭解蔣經國最愛的女人 很多個 但是心目中唯一的這個前輩子情人 叫做蔣孝章 真的是長得是年輕的時候 真的是算是漂亮 那這是蔣芳良 這是蔣經國 這是他的這個女兒 所以真的是一家合樂 然後他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被送去誰家住 余洋河家 余洋河家 那余洋河為什麼送給余洋家 因為依富恩是他的乾爹 是蔣孝章的乾爹 當時認為說 因為余洋河是余大維的兒子 余大維 所以這是余大維 這是蔣經國年輕的時候 余大維是個將軍 然後余大維的兒子叫余洋河 然後他娶了一個德國人 生出了余洋河 那想說差距二十歲 應該沒事 他就跟他爸爸父子輩一樣 他剛好照顧這個小公主 那又可以教導他一些東西 這樣整好 沒想到居然他們產生戀情 他都快昏倒了 那這個時候蔣孝文 本來應該就近看管 又沒有看管 然後這時候蔣經國只要使出殺手劍 當初是你依富恩推薦 對啊 現在你要去把這個後果解決出來 趕快切啊 切啊切啊 就派了依富恩衝到舊金山去 去找蔣孝章 就叫他勸他們兩個分開 對 結果他一去 蔣孝章也不跟他囉嗦 你知道剛好余洋河打電話來 他們兩個就在那邊情話綿綿 講了半個鐘頭 那個依富恩很瞭解自己乾女兒的脾氣 他知道他知道蔣孝章性格也是很頑固 很剛烈的人 然後他想糗了沒救了 沒有他鼻子摸一摸 算了回去領罰吧 就回就回到那個台灣 然後跟蔣經國講說我沒辦法 據說依富恩後來做了幾年冤獄 據說跟這件事有點關係 這這這這跟他怎麼關係 他切不斷啊 當新的事情又不是依富恩去處理的 以前依富恩跟蔣經國之間關係 非常非常密切 因為這件事之後 開始兩個就變淡 他認為說你沒事幹 把我女兒送去余洋河 叫你去切的時候你還切不掉 你把我一個寶貝女兒送入虎口 我當然要找你報仇 後來呢 你知道蔣經國想想沒辦法 只要找一個人 最關鍵的人物 誰 我找你 我找依富恩不行 我找余洋河老爸總可以吧 余大維出現 他就直接跑去找余大維了 結果去找余大維的時候 你知道太子親自登門拜訪 那個感受是不一樣的 蔣經國拜訪余大維 那你現在正常情況下再來講 應該是蔣經國講什麼余大維 就要聽什麼 結果你知道余大維怎麼回答嗎 他說我也非常反對 他們兩個在一起 他們兩個在一起 我絕對不贊成 我兒子都結過兩次婚了 我也不希望他跟你的女兒在一起 但是呢 他人在國外 而且他四十多歲 你說我老爸能怎麼辦 那不是說得你白說了嗎 他就是給他一個軟釘子碰碼 意思是說我也沒責 所以余大維早就知道蔣經國 一定會來找他 他就寫了一大堆說 哎呀 我這兒子 對我也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當然怎麼樣 但是他已經四十歲了 對啊 他四十多歲人又在國外 你說我能把他怎麼樣 哇這個釘子真的是免你針啊 是 那結果蔣經國真的 這次也真的沒責 鼻子摸摸摸又回去了 越想越生氣 然後這時候蔣孝章 其實蔣孝章之前跟蔣經國 跟蔣幫娘這件關係非常非常好 然後結果蔣孝章想說還是要贈得父母同意 蔣孝章就回到臺灣來了 那回到臺灣來的時候呢 一來哇這次蔣經國大發脾氣 你絕不可以嫁給余洋和 我絕不能忍受這種東西 然後現在你知道他最後有點氣糊塗了 講說氣到哭了 然後講說現在科學這麼發達 沒有不可以挽回的事情 我是不知道科學發達跟感情有什麼關係 因為肚子有小孩了 科學這麼發達 當然這個孩子是可以拿掉的啊 那當然反正他已經氣到 已經不知道在說什麼了 那問題是你氣歸氣 你知道這個蔣孝章也很解決 他說自古以來 古有名信 烈女不是二夫啊 我已經跟他在一起 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到底了 我不會改的 奉子成婚了 然後結果這個時候 當然沒辦法 那蔣孝章也想說 我總不能永遠跟父母這麼僵 他就跑去求一個人 誰 宋美玲 哎呀糟糕了 你知道大將出來了 我跟你講他也去求宋美玲 你知道宋美玲居然不反對 為什麼 因為宋美玲自己也有切身之洞 當初他要跟蔣宗正結婚的時候 蔣宗正也是娶過好幾旁的人 好幾個了 毛浮眉啊 陳什麼結啊 對啊 還有小妾 對啊 一大堆啊 那他也娶了這麼多 所以當初本來宋家也是激烈反對 他跟蔣家在一起 後來他們也好不容易成婚了 所以他蠻能體會 蔣孝章自己的心情 所以他就直接跟蔣家在一起講說 沒關係我幫你去跟你爸講 他就去跟蔣經國說了 那你知道宋美玲對蔣經國 還是有一個威嚴存在 然後而且再加上他又是長輩 他也出來講這個話 那蔣經國自己心裡頭也明白 木已成舟了 你還打算怎麼樣呢 那反正宋美玲也出來講話 他有個台階下 後來就說好吧好吧 算了算了 但我只有一個要求 你們在國內絕對不能鋪張 你最好在國外結婚 反正在國內我不希望聽到任何 關於你們的消息 是 這樣子至少臉不要丟得太大 就算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些長輩 做了什麼事情 長輩說的是很有道理 余大維說 我兒子都四十歲了 我管不了他了 人在國外 長得真是富麗堂皇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敗官也只說一句話說 余大維可是到了這個 余央和的前妻前面 跪下來說 老子跪下來說 拜託你放手吧 因為這個已經有肚子有小孩了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就在一起了 所以余央和就跟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蔣紹章就在一起了 但這個在一起 似乎就惹了一些人 並不是很開心 這蔣孝文覺得他沒有面子 當時老爸叫我把你拆散 拆散不了 不過這是年輕人想法 老人家不是這麼想 所以都好 蔣經國看看兩眼一翻 哎呀這個女兒已經嫁了 肚子有一個了 那該怎麼辦呢 那按照蔣經國的方式只有兩個嘛 要嘛就是關到監獄裡 對不對 一個就是要幫他做大關嘛 而且對蔣經國來講 那是唯一的女兒 事實上做父母的 大概沒什麼選擇 是 所以剛才有講到 就是最後是靠這個蔣夫人出來 那你想想看 蔣家其實這一塊的歷史 從來沒有斷過 對 但是發生在自己的女兒的時候 對當時的蔣經國來講 她能怎麼辦 那還有她的三個兒子 會怎麼去看 所以陳經國一直說 余洋河 先補充一下 余洋河並不是婚生子 她是余大維先生 在德國的時候認識的一個女孩子 她是未婚生子 那這段婚姻當時並沒有獲得 德國女方父母的同意 所以她其實也是一個私生子 當然人都已經過世了 所以她蠻特殊的 然後你要知道余洋河那個時候 有個很特殊的地方 為什麼會對蔣孝章有那麼吸引力 她雖然年紀有點大 多二十歲四十歲 可是你要知道她是飛官 她在對勢抗戰的時候 她就已經加入空軍了 然後在八年開始結束 在1948年 38年發生中國大陸變化之前 她已經移居到美國 已經取得民航駕駛的資格 也就是說她是個飛行員 飛行員有幾個特色 最簡單的 余洋河先生在過世之前 他有老年痴在症 但是老年痴在症 他有一件事情 從來不會忘記 什麼事情呢 跳舞 你知道他身材瘦高 他很會跳舞 那你想想看 當年才二十三歲的蔣少璋 遇到一個非常會跳舞 然後外文也好 有外國學衆的一個大哥哥 那個會產生什麼樣的火花 大概就可以很容易理解 在美國那樣的狀況下 而且他不可能跟隨便其他的男士認識 所以蔣經國是沒辦法 可是他的三個兒子 包括孝文 孝武 孝勇 是沒辦法接受的 因為這是蔣家維的女兒 所以當時曾經孝文傳說 傳過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余洋河回臺灣 搭機回臺灣 要去跟準岳父蔣經國見面的時候 蔣孝文在機場的時候 曾經對著余洋河嗆一句話說 我要逼著你 因為在機場的時候 聽說三兄弟都在 然後那個甚至就是 要準備衝上去要打人了 那余洋河當然年紀不大 他也不能動手 這自己的大舅子 對 所以僵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因為 畢竟對蔣家來講 第一家庭來講 這段婚姻並不是那麼名譽 為什麼余洋河等於是第三度婚姻 對 所以這個事情就整個在 舊金山結婚 在國內 在當時來講 是政壇上的秘密 公開的秘密 但是不能講 不能說不能寫 你很難想像說 蔣家的婚姻 在第三代的婚姻 在這一個時候 在臺灣是沒有消息的 是 那到後來包括隔年 結婚的隔年 那個蔣家長跟余洋河就生了兒子 蔣祖生 余祖生 那當然後來他帶小朋友回來 是余祖生在美國念書 曾經寫過一個 我最熟悉的人寫的是誰 他的外祖父 就是蔣經國先生 哎呀 傳說中這個是個非常嚴肅嚴厲的人 在他眼中完全不一樣 七歲的時候 是 那他不是一出生就馬上回來 隔幾年才回來 回來的時候 像余祖生已經年紀慢慢 比較大的時候 還曾經看過一件事情 就自己的舅舅們 包括二舅舅 校友 校武 三舅舅 小舅舅 校友 當著他的面 痛罵自己的爸爸 就余洋河 說你是什麼 無賴 流氓 好 可是那時候的余祖生 現在年紀都很大了 那個時候他才幾歲而已 他其實是隱嫩嫩住了 因為你知道那是不好的 不好的話 可是自己的爸爸被罵的時候 是悶不吭聲 不能回嘴 哎呀 看在兒子十六歲的小男生 那時候是叛逆期 怎麼可以接得受了 但是這就是 這就是蔣家不能說的秘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婚姻的過程其實是 以現在來看也是很特別 所以以那個年代那麼保守來講 其實是不是很名譽 好 這個蔣孝章的故事 看起來蠻經常 蔣家的日子也是真的是那個年代 可是換個角度來說 每個人都在為小孩子而努力 不是嗎 這個蔣經國為了他的這個孩子 孩子為了孫子 但是問題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這是發生在現在雲林的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今天兩大報紙都以頭條的方式來說 六親排放致癌我 那麼國小的小朋友 有六十幾個人都要被破簽 那麼這個事情 讓人家覺得鬧得冷汗 因為好像已經是簽了好幾次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人群這事情現在在雲林 可是鬧得很大 對 那當然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許錯分校的這些學童 他是不是要再簽回橋頭 這個國小的校本部裡面去念書 因為之前陳如您剛剛所說的 之前都有一些這個遷移的過程 那這一次主要的是說 因為國衛院的這個調查的資料 目前顯示出來就是說 臺素有一個 因為他們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有個VCM的這樣一個排放 那這個的東西 事實上被認為說 他們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跟學童的尿液檢測裡面 有一種叫做TDGA的這個物質呢 有產生的正相關的關聯 到尿液的表示已經吸到肺裡面 經過血液的這個流竄 在腎裡面然後流出來 那是人體全部都已經循環過了 在這麼小朋友裡面 發生這樣的東西啊 那所以按照這樣的一個資料裡面 我想賢全員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許錯分校的這個部分 是要再做簽校這樣子 那就引發了一些狀態 那就臺素集團本身來 臺素他們自己本身有發佈了 有一些的說法 他們就是第一個就是認為說 提出了四大的疑點 是要求國會院針對這些 我們剛剛所提示的這些數據裡面 要另外重新再做一次的檢測 而且他要求就是說 你要公布相關的所有的資料 來驗證我們剛剛所講的 就是說你排放的這個東西 跟我這個尿液裡面的濃度 是有所謂的正相關 那另外這個臺素他也認為就是說 如果就現在來看 因為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六斤本身他在這個地方 那週邊其實都有很多的 包含學校或是900公尺而已 那臺素他的講法是說 我在其他的學校裡面 我都設了所謂的監測帳 我也有在監測 那如果按照他們過去 所掌握的一個資料來看 距離這個 他們自己這個工廠比較遠的地方 反而濃度排比比較近的地方來得高 那他們就覺得說你那你的數字 可能上面會有一些的問題 所以臺素他接下來就要求就是說 如果就這個部分 他是希望討論 可是對於一般的民眾來看 陳茹這個事情我講實話 就是說你社會的企業的社會責任 其實在這個時候 會讓人家更為重心 對 社會企業責任 現在說法是 這個所以我要回一件事 這個 漢兵 現在做法是說 他們國小是因為這事情 是泥土裡面都已經插出來 沒錯 這是台塑六青 九百公尺外 就是這個學校 這學校叫做就是什麼 國小 許錯分校 對 好 那現在重點來就是說 他真的很近 你這個 以這個方面來看真的很近 好 那這件事情 許錯的學校 那要再轉移 做家長應該很開心啊 我的小孩子身體 血液都發生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家長卻說 我不要小孩子簽校呢 其實我必須說 因為最近三年 他們已經連簽了三次校 那這表示這個問題 已經發生了非常非常久了 那這次家長 主要反對的原因就是 你每年都說叫我們簽校 那這次你要叫我們簽校 你事前政府有沒有來 跟我們溝通過 沒有 你只是一紙命令 就告訴我們就要簽校 那實際上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已經知道 你三年都在簽校的話 其實代表什麼 這附近你確定還真的能住人嗎 是不是能住人的問題啊 這是不是非常嚴重了 我如果學生只是在這邊念書而已 就已經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的話 那我住在這附近的人怎麼辦呢 所以你有沒有去考慮到這個問題呢 那政府現在只是很單純的一個命令 來說你簽校就算 簽校可以解決問題嗎 你工廠本身是不是應該要去停工了 你其他相關的這些搭配的措施 有沒有出來呢 沒有 停工的問題就大了 因為現在這個台塑 在這個彰化也 台化也有千春的問題 稍後我們問一下這個簽場的問題 易經委員 這個現在這個事情燒下去的話 大家都問一句話 我們台灣要需要這麼多塑化產嗎 在產業嗎 這問題就變更大了 現在我們出口訂單一直往下滑 我們聽看易經委員怎麼解讀 這是台灣的環境的問題嗎 我們進口廣告